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俄英关系持续紧张 俄罗斯发出复英旅行警告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017年4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设立雄安新区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报告明确提出 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 推动经济协同发展 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作为千年大计 国家大事 一年来 雄安新区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 中国特色高点定位 雄安新区横空出世 举世瞩目 这是新区第一个基础设施项目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的工地 再有半个多月 工程将交付使用 这是雄安新区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窗口 未来将担负起政务服务 展示交流 写办公等多项功能 中央多次强调 要贯彻高质量发展要求 创造雄安质量 从第一个基础项目开始 我们就以工程质量为一切前提 为打造雄安质量体系添砖加瓦 质量优先国际标准 雄安市民服务中心从设计到施工再到投入使用 采用了三十多种新技术 这里是项目施工的指挥中枢 在这里 一个数字微型程式和建设中的实体程式 正在同步生长 这个被称作数字孪生成式的管理系统 为施工质量提供了保障 现在我们采用数字技术 把传统的施工图子整合成一个模型 相当于提前在电脑里面就把大脑盖好 可以提前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提高施工质量 毛而后动久久为功 如果说市民服务中心是一个点 那么雄安新区的整体规划则是一个宏大的面 在对新区的规划建设中 习近平总书记倾注了大量心血 他多次强调 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 再开始建设 精心推进不留历史遗憾 规划先行 生态优先 2017年2月23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白洋店考察时就强调 一定要把白洋店修复好 保护好 一年来 当地政府除了对白洋店入电河流 进行河道清淤 还关停了数千家散乱屋企业 去年7月份 环保部已经把白洋店和尔海 丹江口 列为国家新桑湖的水污染防治规划 就上升到国家层面 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新区的高度重视程度 作为未来的宜居之城 生态优先理念在新区深入人心 从去年秋季开始 以建设森林城市为目标的千年绣林工程 拉开畜牧 平原森林体系开始构建 截至目前 雄安新区已经栽始树木240万株 完成后 总面积将达90多万亩 未来 新区将形成蓝绿胶织清新灵量的生态格局 蓝是指白洋店 绿是指的城市森林 我们这个蓝绿胶织的总体占新区面积要达到70% 仅森林的森林覆盖率就要达到40%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倍 千年大计始于足下 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深入推进经经济协同发展做出的重大选择 其目的是打造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 一年来 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两市分别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2018年2月28号 雄安新区首个重大交通项目金雄长级铁路正式开工建设 3月1号 北京市中关村三小雄安校区等四所学校挂牌成立 截至目前 一百多家高端高新企业核准工商注册 通过雄安打造一个创新的资源的集聚地 成为新的创新中心 来优化经经济的产业上下游的联动被套结构 打造中国的一个新的增长级 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区优化开发的新模式 谋求区域发展的新路子 打造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级 雄安新区承载着时代重任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稳扎稳打 一茬接着一茬干 这座未来的现代化新城必将成为世界城市建设的样板 本来消息 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刊发宣言的署名文章 未有源头活水来 深刻阐述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意义 文章认为 生机勃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亿万中国人民的事业 问取哪得清如许 未有源头活水来 在改革开放第40个年头 当代中国打响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改革攻坚站 航机固坝 输取引流 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创造性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为实现人民对伟大梦想的追求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注入强劲动力 释放源头活水 文章指出 制度为坚持发展方张其生命 探索为艰难困苦方欲辱其成 回望党的十八大以来砥砺前行的五年 人民二字深深应刻在中国政治发展进步的壮丽征程上 人民意志得到更集中体现 人民权力得到更充分保障 人民智慧得到更广泛汇聚 人民利益得到更有力维护 文章指出 一场凝结着人民希望 民族梦想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帷幕已经拉开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阶段 打基础 立支柱 定架构 具人民创造伪力 故人民千秋基业 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深刻变革 以鲜明的人民立场 深沉的为民情怀 以其系统性 整体性 重构性 必将成为新时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标志 成为焕发社会主义中国活力创造力的强大引擎 文章最后指出 历史将铭记这个新的改革春天 为国家繁荣昌盛 为人民美好生活 为民族伟大复兴注入的源头活水 带来的无穷力量 催生的无限希望 今年春更一大批高新科技在农业上得到广泛应用 地面的无人驾驶农机 天上的植保无人机 太空中的北斗导航 正共同描绘着新的千里卧夜图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县 正在播种的是无人驾驶拖拉机 这些拖拉机加载了自动导航辅助驾驶和作业系统 按照播种要求 设置好机具偏移植 作业浮宽 导航系统就引导拖拉机自己下地干活了 播种施肥 骑拢样样能行 一个是高精度的定位技术 然后还有一个导航控制技术 主要是实现一个智能的一个路径规划和自动跟踪 这种无人农机可以自动对接航拢 不光让人省心 还比人工更精确 关键还是国产的 价格只有国外的三分之一 扭转了我国农机高等产品来 以来国外进口的这样一个局面 这两天湖北应城的小麦正在抽碎期 牙虫等病虫害高发 这是农业纸宝无人机登场了 这两架无人机今天要在杨林村 对50亩小麦进行防虫作业 咱们这块地一共有50亩左右 根据今天的用药情况的话 咱们就是每亩地打800毫升 高度的话是2米 然后速度是5米每秒 效果咱们发心 这种无人机每次挂在10公斤农药 能喷洒十多亩地 原来一亩地人工洒农药 怎么也要小半天 现在只需一分多钟 如今当地很多农民都喜欢上了 请农机合作社用无人机来撒农药 无人机悬液产生的向下气流 有助于增加农药物流对作物的穿透性 用药更少 工钱也不贵 现在飞房技术已经基本覆盖了 硬城市规模以上种植户 农业生产企业和新型农业主体 当地政府还用以奖代博等办法 让贫困户也能享受高新科技带来的便利 而在四川简阳市 无人机今年被应用在了农业保险的勘查定损上 核心设备是无人机上搭载的这种多光谱相机 传统的相机只能呈现它的这个图 用多光谱树有死了 或者说有虫害 这些都可以分辨出来 要靠后期算法一算 我国自主研制的北斗导航系统 今年也大范围应用在春耕生产上 宁夏屋中塔湾村的这片小麦要套种芹菜 因为操作复杂 以前人工很难实现 如今合作社的拖拉机 安装上了北斗导航车载终端 配合田边的移动机站 实现了精准自动驾驶 现在把这个作业浮宽给设置一下 然后节行就是60公分 转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就进行这波种了 装上北斗导航的波种机 实现了人工难以达到的精度 好久是30 不久是25 走之下就是1000米的误差 应当在2到3公分 北斗导航以后达到一个精准 这个精准不光是芹菜苗 种的位置精准 用苗数量也是不多不少正好 今年宁夏有不少合作社 都安装了这套北斗导航系统 能让土地的利用效率提高10% 一亩地增收近百块钱 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7年度我国留学生出国学习 回国服务规模双增长 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 首次突破60万大关 同比增长11%左右 持续保持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地位 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目的地仍相对集中 多数前往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求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新的增长点 同年留学人员回国人数达到48万人 较上一年增长11%左右 其中近一半是获得朔博研究生学历 及博士后初战人员 高层次人才回流趋势明显 目前我国出国学习回国服务的留学生 与国家战略行业需求契合度正不断提升 其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中 约313万名留学生 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 占与完成学业留学生人数的近84% 18大以来 随着留学回国人数的不断攀升 已有约231万人学成归国 占改革开放以来 回国总人数的近74%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美术作品展 自从去年10月 在上海中华艺术工举办以来 吸引了近百万党员和群众前来参观 成为上海开展党性教育的生动课堂 作品展汇集了96件作品 以石库门为起点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波兰壮阔的奋斗历程 这些作品既有南昌起义 红军长征等革命战争题材 也有反映人民幸福生活 科技创新成果等新中国发展成就的 对我们党员来说 重温了党史 更加增进了就是我们新时代的一种使命感 我们的党真的是有伟大的党 应该永远地跟党走 看了以后实际上我们也是在思考 作为一个党员 把我们党这样一种光荣的传统 然后落实在我们的剧情中 展览还通过重温入党誓词 微信平台每日作品赏期推送等形式 把线上线下的参观学习紧密结合 展览将持续到四月中旬 干部讲政策 专家讲技术 能人讲经验 四川省开办农民夜校 助力脱贫攻坚 促进乡村振兴 夜幕刚刚降临 四川眉山黄丰镇团结村的活动式 就已经坐无虚席 他们是来上农民夜校的 今天要讲的电商培训很对大家的口味 村民赵文泉就特地抢了个第一排的好位置 我种了几十年的骨子 往年子种出来的 就是不知乎来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样子的 听说人家外面的小胡子 人家小胡子比我年轻 人家种的骨子还比我大得多 价格就是成倍的分 我们买两三万年就买五六块 赵文泉种了十几年的甘菊 一直自认为是行家 但慢慢的由于技术没更新 品种没改良 它的柑橘卖不上好价钱 一年多前赵文泉参加了农民夜校 农民夜校不仅要交给老百姓技术层面的东西 而且要紧跟时代步伐 带给老百姓一些互联网 人工智能 共享经济等时代前沿的科技 通过转变老百姓的观念 让老百姓学会利用科技 利用自身资源 为了办好农民夜校 四川组织了强大的师资力量 农业科技人员 学校老师致富能手 只要讲的有用都能上台 授课形式也是灵活多样 不光是在教室里 也在田间地头讲 还有网上夜校 掌上夜校 农民们可以在线学习 种甘菊的赵文泉 在夜校学了新技术 今年就有希望大幅提高收入 通过农民夜校学习过后 我不断学习了技术 而且还了解了市场行情 市场需要什么 我就忠实 往年一梦的 达本来几千万元收入 现目前一梦的是 上万元的收入 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农民夜校则采用双语教材 在交通不便的村落 当地设置了帐篷学校 搏托车宣讲队等方式 截至目前 四川全省开办的农民夜校 已经超过四万五千所 所有行政村全部覆盖 2017年 培训超过85万场次 集中培训超过1800万人次 有这样一位民警 他在千家万户团圆时 坚守在执勤一线 在执勤公务时 被暴力袭击 不幸习生 年仅41岁 他用生命诠释了 警察忠诚为民的职责 他就是重庆公安局 于北分局 教寻警大队副大队长 杨雪峰 2月18号 农历正月初三 一大早 杨雪峰便和同事 赶往石船镇 于长东街十字路口 疏导交通 中午 杨雪峰拦下了 驾驶摩托车 抄载的张某 并责令其改正 张某心怀不满 回家取了尖刀 尾随杨雪峰 趁其不备 抄他连刺数刀 为不伤及周围群众 杨雪峰拼尽力气 与匈徒奋力搏斗 如果他不就把歹徒留住 那么周围会再多守几刀 他就有多几分 活下来的希望 但是歹徒一旦 逃脱 那么周围的群众 都会受到更大的伤害 匈徒被赶来的 战友制服 杨雪峰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因失血过多 他的生命 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天 2月20号 他的同事 亲人战友 来到渝北区殡仪馆 送英雄最后一程 在送别杨雪峰的人群中 有一位叫汪泽民的 年轻民警 20年前 三岁多的汪泽民走失 是正在执勤的杨雪峰 帮他找到了家人 在杨雪峰的影响下 汪泽民从小就立志 当一名人民警察 希望别人好好地做 当一名 好日子的警察 憧憬21年的杨雪峰 一直工作在第一线 舍小家为大家 这些年杨雪峰 甚至没有和家人 好好地吃上一顿团圆饭 但在他担任法官的妻子心中 杨雪峰是名好丈夫 他选择了公安 我选择了他 我们都选择了 站在社会 维护正义的第一线 21年间 杨雪峰先后 荣立过两次三等功 获嘉奖十多次 在同事的印象中 他是一名忠诚旅职 不计得失的好领导 好战友 而在了解他的群众眼里 他是一位一身正气 却心肠火热的好民警 杨雪峰虽然走了 但他让更多战友 牢记了民警的职责 全家的这个职业 有点危险 一定要出手 干预担当 也是我们作为人民警察 为人民 一个庄严承诺的最好的提醒 清明节就要到了 这个周末 各地陆续迎来祭扫高峰 交警 民政等相关部门 多种措施 加大服务保障力度 也提醒大家尽量 错峰祭扫 文明祭扫 本周末 由于祭扫人流 和踏青人流叠加 在北京 上海 昆明等地 无论是室内道路 还是出路适境的高速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 昨天一大早 昆明各大公墓周边 就开始出现了堵车的情况 在部分路段 甚至三公里的路程 得走上一个多小时 我们11点钟 就开始堵到现在 就只走了大概半公里 车不动 人有点急躁吧 昨天和今天 北京首轮祭扫高峰日 共接待群众114.8万人 疏导机动车辆21.7万辆 为应对短时段 人车大流量现象 北京采取了增加公交专线 开辟临时停车场等措施 上海市有关部门预计 今年清明期间 全市将有666万人次 84万车次出行祭扫 在浦东 交警推出交通管理智能研判系统 通过对历年来 清明期间的交通大数据进行分析 预判具体的拥堵时间和拥堵节点 根据分析 4月4号 4月7号 分别是出城最高峰和反城最高峰 我们预测要比往年可能提高2%左右 这样一个球流量 比以往还是要创更高一个峰值 为保障祭扫期间墓区安全 今年全国多地划定严格进燃范围 南昌市公安局启用智慧墓区管控系统 一旦墓区内有市民焚烧纸扎 高空探头将进行自动识别和监控报警 今天从华北南部到华南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 超过30摄氏度 伴随着部分地区的升温 在江苏北部 安徽东北部 一度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的大雾天气 交通受到短暂影响 从下周起 两股冷空气接连来袭 今天一股冷空气已经影响新疆北部和内蒙古等地 新疆北部有雨雪 在贵州碧节这两天 多个县遭遇冰雹 暴雨等强坠流天气 造成农作物受灾 中央气象台预计 随着冷空气逐步东移南下 3号起 北方大部地区将出现剧烈降温 不少地方的降温幅度 甚至能达到10到20摄氏度 在清明节前后 南方气温也会出现明显波动 接下来请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进入试运行阶段 铁路部门每天将安排开行多趟动车组 往返于广中南 深圳北 福田和香港 西九龙站之间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全长26公里 开通后将在广州 深圳 香港间 搭建一条大能力的铁路客运通道 为保护水生生物资源 农业农村部从今天起至6月30日 在黄河干流和扎陵湖 鄂陵湖 东平湖 以及13条主要支流的干流河段 实施统一禁鱼期制度 这是黄河首次实施流域性禁鱼 禁鱼期间包括钓鱼在内的所有捕捞作业一律禁止 今天是我国环境保护税征收的第一天 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 开除我国环境保护税的首张税调 环保税遵循水污染水付费原则 并且规定纳税人大气污染物 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 低于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可以减征环境保护税 通过税收杠杆 引导排污单位减少污染物排放 近日四川都江宴市 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公布了一批野生大熊猫 及金丝猴 牛角灵等同域分布物种的红外相片和视频 去年12月到今年3月 保护站工作人员共收集250多张影像资料 比上一年同期增加30% 昨天晚上蓝月亮现身夜空 这是继1月份后 今年第二次出现蓝月亮天象 天文专家介绍 蓝月亮并不是人们用肉眼看到的蓝色调月亮 而是天文历法中的一种特殊现象 只在一个公立月份内出现两次满月 第二次满月被称为蓝月亮 下一次见到蓝月亮将会在2020年 3月31号巴勒斯坦全境进行全面罢工 悼念在加沙地带边境地区冲突中 被以色列士兵打死的巴勒斯坦人 当天这一地区的冲突仍在持续 3月31号当天是巴勒斯坦国家哀悼日 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所有政府部门停工 学校停课 店铺关门 巴勒斯坦国总理哈姆达拉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政府要对加沙地带 巴勒斯坦人的伤亡负全部责任 他呼吁国际社会追究以色列 杀害巴勒斯坦人的责任 并采取果断措施 结束以色列占领 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 当天巴勒斯坦人继续在加沙地带边境地区聚集 举行回归大游行示威活动 有示威者向乙军投掷石块 驻守边境的乙士兵则再次发射催泪弹 据称还开枪射击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官员的消息 31号的冲突造成大约7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同一天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和伊路撒冷 也有巴勒斯坦人与乙军发生冲突 3月30号上万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边境地区 举行大规模示威 以色列士兵向示威者开枪射击 造成十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近1500人受伤 以色列国防军指责说 巴勒斯坦人举行示威活动 是试图借机向以色列发动袭击 以军3月31号警告称 以色列不能也不会允许边境出现持续暴乱 如果加沙地带边境的暴乱持续进行 以方将加大打击力度 甚至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 针对巴以之间发生的新一轮冲突 联合国安理会3月30号晚举行紧急会议 由于美国反对会议 没能通过谴责以色列的声明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 对巴以地区冲突导致死伤事件 进行独立透明的调查 他同时也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 避免任何可能导致更多人员伤亡的行动 受俄英关系紧张影响 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3月31号 对俄罗斯公民发出复英旅行警告 当天遭驱逐的俄罗斯驻美外交人员 及家属乘包机回国 俄罗斯驻英国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说 目前英国反俄情绪高涨 不排除出现在英国的俄罗斯公民 被英国官方找茬的可能性 包括行李中被放入一些东西的危险 因此建议俄罗斯公民在赴英前三思 俄罗斯前情报人员斯克里帕尔和他女儿 上月初在英国突然昏迷后 英国将矛头指向俄罗斯 并宣布驱逐俄外交官 俄罗斯强烈驳斥英方的说法 3月31号 俄罗斯外交部在其官网上 发布了向英国提出的14个问题 同时向法国提出了10个问题 并将问题分别送交英法两国外交部 这些问题包括 为什么英国方面不允许俄方 探视受伤的斯克里帕尔妇女 英方对中毒者使用了哪些解毒剂 为什么事发现场的英国医生手中有解毒剂 哪些特征表明毒剂可能是俄罗斯制造 英国是否研制过诺维侨克或类似的毒剂 用于什么目的 法国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被邀请合作调查此案 在技术合作框架下 英国向法国转交了哪些证据等等 俄罗斯政府当天还要求英国 就俄航班在西斯罗机场遭英方强行搜查 给出官方解释 称保留对英方航班采取相同措施的权利 英国官员回应称搜查飞机是例行检查 另外在美俄外交交锋方面 3月31号遭美国驱逐的俄罗斯外交官及家人 共计171人 乘坐两架包机离开美国返回俄罗斯 与此同时 美国驻俄罗斯圣伟德法的总领馆已经关门 美方工作人员陆续打包行李搬离领馆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叙利亚军方3月31号宣布 已收复首都大马士革东郊 东古塔地区大部分城镇 叙利亚军队及其盟友 在东古塔地区的军事行动取得重大胜利 叙利亚军方说将继续在武装分子最后的据点 杜马展开军事行动 将恐怖分子从该地清除出去 东古塔地区据信是反政府武装 在大马士革周边的最后要塞 一旦完全控制该地区 许政府军将迎来自收复阿拉波以来 最重大的军事胜利 已故英国科学家霍金的葬礼 3月31号在剑桥大学的圣玛丽教堂举行 霍金的家人同事和朋友等约500人 出席了这个私人纪念活动 霍金1942年出生 生前任剑桥大学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是宇宙和黑洞 提出过与黑洞相关的霍金辐射理论 他还撰写过全球畅销科普书《时间简史》 霍金于3月14号去世 享年76岁 霍金的骨灰会被安放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 与英国科学家牛顿皮林安齐 美国夏威夷 吉拉维厄火山是世界最活跃的火火山之一 它从1983年开始断断续续地喷发 与其他火山不同的是 吉拉维厄火山是平稳地喷出高度流动性的熔岩 而不是爆炸式的喷发 每次吉拉维厄火山喷发时 都吸引了大量游客近距离观赏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的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移动网 下载地址可以搜索央视新闻家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